大家好,欢迎来到果然八姐,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 白露是90后小花中颜值出众且演技不俗的实力派小花,她主演的每部作品几乎都获得了口碑与收视的双丰收,给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视觉享受。 最近又一部新剧定档了,于正指导新剧《未有暗香来》定档10月13日在优酷首播。 这是一部重生剧,由周也、王兴月、彭楚月、张艺杰、赵晴岭主演、徐帆、李云瑞、陈子涵特别出演、孙怡、彭小冉、杨旭文、张明恩、王迅友情出演。 该剧改编知乎平台的长篇言情小说《喜千华》,讲述了曾经因一面之差犯错的话前,在对她一片痴心的香药家主众希武的帮助下,一步步改过自新,获得救赎的故事。 有没有觉得这个剧情介绍有点熟悉?好像在哪听过? 没错!就是之前定档又被撤档的宁安如梦,该剧由白露、张灵鹤、王兴月、周俊伟、刘歇宁、叶希月、汤梦家领衔主演。 改编自《时镜》的小说《昆宁》,讲述了江雪明历经坎坷当上皇后,却遭遇宫变,被逼自杀。 重生后,立志揭开当年真相,改写人生结局的故事。 同样都是女主重生,立志改写上仪式结局,感觉宁安如梦有点惨,一直在待播剧星指数第一,可一直播不了。 白露张灵鹤的宁安如梦,真的是2023年最惨的电视剧,没有之一。 不过,即使有这些相似剧情的剧已经播了,定档了,宁安如梦的开播期待值还是第一,网友书粉还是很期待的。 除了宁安如梦外,白露还有一部目前预测定档的现代言情剧《以爱为营》跟王鹤蒂合作的。 这部预测定档10月31日开播,宣传活动你好星期六10月21日录制,网友书粉直呼,快播,已经被路透图给勾引死了。 再加上白露和王鹤蒂这两位主演的高人气,肯定会大大提升《以爱为营》这部作品的热度和质感。 除此之外,白露又有一个好消息,网传白露下部戏将和赵又婷合作。 如此养眼又独特的CP组合,肯定会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角色体验。 据悉,白露和赵又婷即将合作的作品是《爱上银行家》。 《爱上银行家》这部作品是一部很有治愈氛围的现偶剧。 主要讲述的是《外冷内热》,嘴硬心软投资银行家和英姿萨爽,精明能干急诊女一生之间的甜蜜爱情故事。 从剧情来看,《爱上银行家》属于成年人的爱情故事,剧中男女主既没有第三者插足的误会,又没有双方父母的反对, 更多是势均力敌,互相成长,活在当下的爱情模式。 白露在其献偶,为豹与赵又婷、陈又为合作,角色人设不输将军。 众所周知,白露主要是凭借着《招摇》、《周生如故》、《长月尽明》这三部古偶剧,才成功迎来自己事业的春天。 但是,他在献偶剧领域,也贡献了自己不俗的演技。 尤其是《半是蜜糖半是伤》这部作品,在剧中,白露饰演的将军机智过人,情商高超,能屈能伸,敏感细腻,善良大度,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将军这个角色患有眼泪重度过敏症,所以这要求演员在塑造将军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不能有太多角柔造作的枯戏表现, 而白露在演技上既能做到细腻生动,又能把控好角色情绪。 不得不说,白露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非常符合观众对于献偶剧《女主》的审美需求。 这次,白露在《爱上银行家》中,首次挑战特立独行、英姿萨爽、坚毅果敢的急诊科医生形象,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至于新剧男主赵又廷,他的演技一直都无庸置疑,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到平凡的荣耀,再到理想之城,赵又廷的演技一次比一次精湛,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这次,赵又廷和白露强强联手,肯定会赋予剧中角色有趣的灵魂,再加上他本人气质儒雅帅气,非常适合清冷毒蛇的银行家形象。 除此之外,《爱上银行家》剧方还邀请到了陈又为这位人气小生,虽然陈又为还是个新人演员,但是他的演技非常自然,相信有他的加盟,《爱上银行家》这部作品会更有看点。 目前,《爱上银行家》已经成功备案,即将迎来开机仪式,让我们一起期待白露、赵又廷、陈又为这三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吧。 白露五官柔和精致,外形清晰亮眼,同时白露简单不做作的文风收获不少网友喜爱。 白露的演技也是非常棒的,他不仅能将角色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还能将角色的性格特点演绎得非常到位。 演技非常有感染力和张力,将角色的情感细节表现得非常丰富,哭戏也是相当炸裂的。 他主演了不少好的作品,受到了网友的喜爱。 饼流小花白露也去封马秀了。 团队火速回应,baby张嘉妮尚未回应。 白露参与封马秀,引发热议。 团队紧急回应,baby张嘉妮保持沉默,网友热议中,baby张嘉妮保持神秘态度。 近期,备受瞩目的顶流小花白露也参与了知名综艺节目《风马秀》,在节目中展示了自己全新的一面。 这一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热议,而白露的团队也迅速回应了这一突发事件。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婚后的baby张嘉妮尚未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本文将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和全面的分析。 白露参与《风马秀》,尝试新领域,引发争议。 白露作为一位备受关注的顶流小花,近年来凭借自己的出众演技和甜美形象迅速崛起,颇受观众喜爱。 然而,白露的决定参与《风马秀》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他拓宽自己发展领域的尝试,可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这样的跨界行动会对白露的形象造成不好的影响。 白露的本尊团队的回应出乎了网友们的意料。 白露粉丝团队迅速回应,维护艺人形象。 白露的粉丝团队意识到了广大粉丝和观众们对白露参与《风马秀》的疑惑和争议,迅速发布了一份紧急声明,解释了白露参与《风马秀》的初衷和想法。 声明中指出,白露参与《风马秀》是为了挑战自己,在不同舞台上展现更多的可能性,团队还强调。 白露仍将保持对演技的专注,并以更优秀的作品回馈观众。 大部分网友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误解或者谣言,但是白露团队的直接回应让他们感到意外。 有些网友表示对白露的行为表示支持和理解,认为白露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和学习方式。 然而,也有一部分网友对白露的解是表示不满,认为白露过于追求个人价值观而忽视了粉丝的感受。 白露观看《风马秀》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对娱乐圈的思考,娱乐圈作为一个名利场,总是存在着舆论的约束和规范。 名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被放大和审视,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对名人过于严苛的期待和道德评判? 他们是否有权利追求自己喜欢的节目和学习方式?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 不管网友对于白露观看《风马秀》事件的回应如何,白露的团队积极做出回应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名人团队,积极面对质疑和关注,及时回应粉丝的疑问。 这种态度可以增加与粉丝的沟通,加强粉丝对于白露的认同感。 同时,白露本人的选择也让人们看到她对待表演事业的认真态度和专业精神。 总之,原创顶流小花白露被曝观看《风马秀》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白露的本尊团队迅速回应并解释了事件的真相,网友的反应也出乎意料,引发了对娱乐圈的思考。 无论网友是否认同白露的行为,对于团队积极回应的态度我们应该急于肯定。 这一事件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了白露,对于她的未来发展也更加期待。 白露参与《风马秀》的消息已经爆出,立即引发了广大网友们的热议。 一些粉丝对白露的决定表示支持,认为这使她敢于挑战自我,拒绝没守成规的表现。 而另一些网友则表示担忧,担心这样的尝试会对白露的演艺事业产生负面影响,争议的声音不绝于耳,让人看到了社交媒体上双方观点的激烈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白露的好友Baby张嘉妮在白露参与《风马秀》的事情上保持了沉默。 婚后的张嘉妮一直以稳重低调的形象示人,对于这一事件的态度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猜测。 有人认为张嘉妮对于白露的决定持支持态度,出于私人情感,选择保持沉默。 也有人认为张嘉妮并不认同白露的做法,故意回避对此事的回应。